大家好 我是九龙弟子班的袁春生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八字的几个层次 像我们这八字 实际上分为很多层次的 从实际上可以分 从空间上也可以区分 然后环境 还有身体特征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八字 年月日时我们都知道了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相同八字的人 都有同样的命局呢 答案是否定的 那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两个或者很多个八字 一样的人 他的命会不同呢 但是那个北京的妇产医院 2003年 他就结层了一万多名小孩 平均每个时辰出生十三个小孩 在我们中国大约每个时辰出生将近三千个小孩 以男女各占一半来分析 那就是有相同八字的人 有一千五百多人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千五百多人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当生长 那么其他的人都能当生长 他们的命各不相同 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相同的八字 也就是说 在太阳系中 这几大行星的位置关系是定的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在相同时辰出生的人 这个他体内所接受的 这种太阳的能太阳系的能量 或者是宇宙的能量 是一定的 但是他接受一定的能量 他本身发挥出来 就利用这能量 干的这个活儿 却不一样 也就是说 他能量有了 有的用的好 能用的差 有的这个方向用的多 那个方向用的少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我们举个例子吧 这个是一个范姓的明星 他这个是深弱的 穷同宝剑 调活用神提示是加饼根须 假设他的硬 木生火 饼是他的笔节 它是深弱的 我们假设哈 这一个时刻 有一千多人出生 但是 是一千多人 有的住在东边 有的住在西边 住在哪个方向都有的 但是 如果住在东边 他的命局 肯定会比住在西边的人好 因为东边是他的一个 木的一个方向 是他的用神位置 这个范姓的明星 他是山东人 他住在青岛 他在青岛出生的 我搜索一下 我们为了保护隐私 把名字把它拉上去 好 出生于山东千岛 也就是木的方向 所以塔的命局 那比出生在西边的 同样的八字命局也好 所以呢 如果就是我们在 推命令的时候 考虑到这些方位 那准确性又会上升 一个排阶 我们通过的八字呢 还可以能看出来 就是周边的环境 九龙道长在课上已经讲过 就是通过八字 看出生地 周围的建筑物 比如这个八字 这是加隐木 就是表示树林 然后 乙 这是 花园草原 以及那个专家地 嗨就是 和湖 等等 这个九龙道长 已经在课堂上分享过了 我们这次 简单的说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同时 出生的人 也就是有着相同的八字 为什么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呢 就是因为哈 你虽然你在 出生的时候 你接受的这个 宇宙的能量是一样的 但是 你出生后 你要受家庭的影响 父母的影响 和各种影响 一种能量 他 他发挥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 有的人 他就高 有的人矮 有的人胖 有的人瘦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如果 如果 你的相貌 看相 有的人看相 和你的八字是吻合的 也得用的是急神 那你就比较顺 然后你的相貌 和你的八字 不匹配 也得急神比较多 那你的就是能量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浪费的比较多 就是 没有用到就是 没有发挥出刚好 没有去 把这个性能 把这个能量全部发挥出来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也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和急神在打交道 没有和用神打交道 我们在补这个 忘财症的时候 就会发现 本来想跟他忘财的 结果 忘期女人来了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能量的方向 发生了转变 所以我们看哈 这一个八字 我们不仅要考虑时间 要考虑空间 还要考虑 他周围的环境 还要考虑 他的身体特征 对吧 同样的八字 为什么有的人高鼻子 有的人矮鼻子 就因为他有些能量 被抑制住了 这样表达是影响人命运的核心因素 首先是祖坟风水环境 也就是这个应灾风水 第二个是孕期的风水环境 和那个家居住在风水 这是阳灾风水 还有就是运行方向 就是你找工作 往哪方向走 然后你做生意 在哪方向 上学在哪方向 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命运 第五个就是身体特征 高矮胖瘦等 就看你这个人是和用神打交道比较多 还是和寄神打交道比较多 第六个就是你的朋友圈 对吧 物业类聚 人与群分 人家和什么人 要的人打交道 然后你就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人的交流啊 是需要层次的 假设我们就是我们的命理师 但是呢 有的人不算命 他不信命 他不信这一套 你怎么跟他交流 他都不信 他就很痛苦 因为你们不在一个层子上 第七饮食 这个也有关系的 第八颜色 因为这也都是给人提供能量的一些东西 第九服装配饰 第十姓名数字 这个是按那个对人体影响的 大小排序的 祖从大排到小 这个祖坟的影响 祖坟一般影响三代 超过三代 它能量就非常小了 当然 最大的风水还是人体的这个内心 这个内风水 这是最做的一个风水 这是最做的一个风水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 现在视频上有很多帮人改名字的 原来是 挑选手机号码的 实际上也不是说没道理 而是说这种 东西对人体影响 比较小 可以要改的话 可以从前面这几个 你们选择改一下 第六个就是 因为人群的话就是层次不一样 然后你交往的这个人群也不一样 就尽量的提高自己的层次 比如就是 上学 是吧 学历要高一点 像我们平时说的就是 一命二蕴 三风水 四基因的五读书 六明七相 那么八 按照顺序抓住重点 那我们再 回顾一下哈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 八字为什么不同呢 就因为虽然时间一样 但是他住的空间不一样 有的人住在东边 有的人住在西边 那他周围的环境不一样 另外呢 他身体特征也不一样 就造成了 虽然同样的一个八字 但是他那个命的结果 不一样 我们在断命令的时候 要综合考虑 这四个条件 目前我这是列出来四个条件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条件 当然这对这个命理师的要求也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双胞胎的命运 为什么不同 双胞胎就是 两个日识都一样的 爹妈一样的 然后这个祖温环境一样 孕期丰盛环境一样 家居住在封城也一样 运行方向不一样 对吧 为什么不同呢 这因为哈 这个双胞胎 他就是假设哈毕业之后 他工作的方向不一样 或者是找男朋友的方向不一样 或者是交往的人群层次不一样 他的命局也会不一样 他这个身体特征虽然双胞胎就是比较像 但是你仔细区分他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身体特征不一样 也就是说虽然他接触的能量是一样的 但是他用的方向也大部分一样的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就是隐身颜色服装配饰性命等等 对他这个命局都有影响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八字的几个层次 因为我们大部分哈都是在时间上面 花了很大的精力 但是一个命局 你会发现只考虑时间 他的准确率是比较低的 你要想提高 就必须把空间 环境 身体特征等等等等 通盘考虑 这对命理 这对命理师的要求 比较高 总之呢 这个四如八字 还是有一定的深度 大家都知道哈 这种算命的时候 往往就是很多命理师都是一挂一算 因为他里面的计算量太大了 你测婚姻就要问婚姻 你不要问别的 看官运就要看官运 你也不要问财运 我们这里面的计算量太大 你想想如果这四个都考虑的话 非常非常热脑子 所以同学们 大家好好学习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